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研究的个股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留言里 我们都会尽力去研究一下 可以先分享一下美团 美团ATMGS 排第三 市值有1.8万亿这么多的贵务霸 是一个很大的股 PE也高的300倍流伤 了解这只股份 会慢慢的了解到中国互联网商业的一个战争史 在看个股计数之前 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美团的发展史和背景 其实美团在2010年左右慢慢的起家 当时美团一开始是做团购的 Mika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团购吗 团购是否很多人一起买一样东西 可能便宜点买给你 是的 那时候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 有了一个千团大战 简单来说就是将商家的资源集合到一个网络平台 然后大家就以价换量便宜点买东西 当时已经是开启了中国互联网商业史上 消费的一个鲜河 当时有些比较出名的 比如拉手网、团堡网 就拼命在那里扔钱进去 是一个资本野蛮生长的年代 2010年的时候 美团网是王兴的第三次创业 他之前是美国达拉华大学的电子与计算工程的碩士 读了博士读了一半就开启了 然后就回来创业 第一第二次创业了校内网和饭否 都是两个网站 最后校内网都是给资本收归 其实对于整个美团的发展 王兴有两个选择做得很关键性 第一个就是在2010年左右 千团大战的时候 大家拼命烧钱 但在王兴的时候 一毛钱都不扔下去 他不烧 在2011年的时候 资本已经觉得 好像说你不听我话 我不给钱你 不给你烧 然后那时候好像拉手网、团堡网 可能融到大概有两千多万 两百多万、五百多万 融到之后慢慢烧钱就没得做 王兴在2011年的时候 拿了一个鸿铛资本的一千万美元的融资 他那时候才开始慢慢地做到这个美团 慢慢地他就在想 我团购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我要拓展我新业务 当时他们就整个人在想 究竟是做什么 最后选了一个外卖出来 外卖的话就是他的第二次选择 其实外卖的时候是2012年左右 但是2008年 就是恶了摩那个 其实已经是强势入局 已经报了很多点了 王兴那时候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恶了摩 你在哪里开 我就不在哪里开 第二个就是恶了摩 你在哪里开 我就拿钱去扔死你的隔眼照 如果是你 你会选谁呢 我就觉得既然恶了摩已经抢了那里 不如就开其他地方 既然是这样 那免得跟他抢生意 可以多加些市场 是 就是圈其他地方 是的 但王兴他那时候 他两个其实都没有选择 他最后是选了20个城市做市点 20个城市是怎样来的呢 一到18就选了中国GDP 最高的18个城市 因为他觉得有钱 就会用我的服务 没有钱的会不会用呢 他真的试了那两个 最后的20个城市 效果都是非常好 那时候他就开始慢慢调开市场 虽然说恶了魔已经铺开 但是他那时候暑假的时候 就聘请了一千个大学生 然后就是真的跑马圈地 然后就是真的那些跑马圈地 规模化去扩张 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做到现在 大家会看到的一个非常大规模的 一个团构的形象 这个就是美团 其实他就一开始到最后的故事 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可能中间就有些电影 酒旅 其实真的布局了整个大生态 但是这个也有好又不好 就是今年经常都听到反垄断 今天又出了消息说 又不让他什么一分钱抢市场 其实是五月底的 今天出的 就是又到处监管 大家都听到都会害怕的 就是越作大就越有机会被人打 是的 阿里巴巴做了一个示范之后 个个都害怕的 对 个个都害怕的 对 但我可以看到 今天美团也是略略的跌的 最后收市都是$290 $3左右 你看回整条trend 美团最高价到$450 楼上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就回调得也很厉害的 听完个故事之后 就看回美团整个权务数据 2020年我们看回整年的话 15到2020年 就是这条巴 最高的巴 就是它的营收很高的 就是增长得很快的 2020年都去到1148亿的营收 可以的 你会看到它的毛利率 毛利率其实也算是令人满意的 就30多个百分之左右 但正利率其实它是2018年 才开始真正赚钱 今年都是赚了47亿左右 然后它的正利率就4.1% 你看到它慢慢升上去 对 慢慢都可以的 看回它之前也有公布了 就是它Q1最新的数据 其实TOPLINE是符合大家的预期 但是大家在罵 就罵它那80亿的新业务 烧了去哪里 好的 可能大家最原始的了解 就是说美团就是做外卖 其实我们看回它的报表 其实它的业务分了三个 第一个就是外卖业务 占了它营收的55%就是最大块 然后就有18%是做酒店旅游的 还有27%就是做它新业务 就是社区团购之类的 其实Mika你看到它Q1的报表 你当时是有什么感觉 我会挺惊讶 其实它那个外卖业务 其实我以为可能占七成左右 其实看到现在只有55% 其实都相对较少 另外就是新业务那边 我估计可能它那里占 其实可能它都是刚刚初试 有些是几年前才开始 估不到它现在都是27%那样高 互联网大楼总是在你五角的时候 慢慢地壮大的 会看到2021年Q1的营收是可以的 收了有370亿是可以的 这个其实大家都是摆的 同比增长得都很厉害的 都有121%其实是超出大家的预期 但是剩利润的话就一般的 就是总亏损都有亏了47.7个亿左右 最厉害就是80亿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新业务那一块 我们再去拆分看看它 每一个业务的收入 最高这一条巴 就肯定是它外卖的业务 它占了半壁江山 其实其他的业务都是继续增长的 这个 trend 都是挺漂亮的 营收是没问题的 最重要就是大家会看之后 都会继续留意新业务 究竟是如何赚钱 还是继续烧钱烧下去的 后来我们可以 分析每一个sector去看一看 究竟每一个sector的数据 是否漂亮 大家满不满意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是外卖业务 55%营收这个 其实之前坊间的常常说 黄卿经常说我外卖业务不赚钱 外卖小哥又说我又赚不到钱 你又在那抹剩我 商家又说我给了那么多钱 你做执行 但又觉得我是赚不到钱 就是钱去了哪呢 其实Meka 你当时一开始 最初的了解 你觉得黄卿这个外卖业务 是否赚钱 其实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它一定是赚钱的 我觉得像那些消费 可能给消费者多些优惠的业务 我猜不到其实是会赚钱的 其实它是赚钱的 我们就仔细去破坏 究竟那些钱去了哪 每一条数 我们看回它 即是在半月的数据 参与外卖2021年Q1 即是最新的那个数据 GME那里 即是它总共收了 它的APP那里 是可以收了多少钱呢 收到是可以的 1427亿那么多 交易的笔数 一个半月都有29亿那么多 我们可以见到 即是军价 军价就是这条上面的红色条线 最新的那个军价 都去了$49.07亿那么多 即是你每一单的话是那么多 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看回 因为我们根据它2019 和2020年那些报表里的数据 有一块大家经常在闹 就是在骑手的成本这里 其实骑手的成本 即是去到73.5% 74% 最后这些新的一个半月 都去到75%流上 其实我们就见到 它变现率 即是它的那个军价 成本的变现率 即是它每一单美团 可以抽到多少钱 最新的话之前都是6个多的 现在抽到$7 已经算是高了一点 如果扣回它75% 我们假设它是75%的 骑手成本 即是美团 它自己可以代1.07亿 这个也未计算它后台 或者那些行业的员工的钱 但是现在就经常在闹 说你又资本无在扩张 又不理那些骑手的社活 现在就叫它买社保之类的 其实内地的社保的钱 都是几贵 你加起来公司要比 可能两成到三成左右 都算高的 我们就略略地 可能是加回10成到15%左右 你计算社保之后 最新一季 即是你那个 骑手成本再加一点 那你已经收到一元左右 一单 虽然是赚钱 但是真的赚得很少 你再加一些后台的温围 就真的很惨 没得找的 可能一开始看到 可能它本来是 就是算起来骑手成本 差不多1.77 当是两元 现在都加上一半 就是一元 剩下的 其实真的很少 即是你又不让我生活 是的 那我们看回 其实外卖业务美团 饿了摩是 我们刚刚提过 两个是半碧江山的 饿了摩是早了两年 开始跑马圈地 但是现在美团 已经是 打了饿了摩这个市场 都压得很厉害 最后饿了摩 其实它在20… 其实本身 腾讯投是投美团的 投了之后 原来2016年发觉 就是我投了你之后 其实我最后都是想收归旗下 但是我觉得美团 好像 我是想自己做 我是想自己做个平台 到最后它就抽一些钱出来 就是转了投饿尿摩 饿尿摩其实当时 是一个生死有关的时候 如果你不投饿 我就已经 走的了 是的 整个市场就已经送给美团 现在算是一个两强争霸的局面 都是一个竞争的格局 都是持续 大家都不赚钱 我看Q1 其实数字也有很大分别 是的 其实持续也很大 但是正在扩大 是的 其实外卖业务的增长 同美增长都很厉害 同美对上一年 也有增长到116.8% 我们刚刚也说过 如果说 未计计后台的人员 或者app的设计人员 可以收到1.77元 其实有大行计计过 如果真是违回那条数 它每一单收到3.8元左右 噢 更低一些牵制 是的 更惨一点 看完一个外卖的业务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看酒旅的业务 酒旅业务其实它占的 2.7元不多就不够20% 但是其实是它最赚钱的一块业务 就是最赚钱的一块业务 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酒旅这个业务 会看到它的营业利润率 是达到40%以上 也算是赚钱的 营收的增速也继续增长 当然这个增得这么快的原因 肯定是因为2020年 也有一个疫情来冲击 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看回整个中国在线旅游 就是OTA的市场 2020年的话 不用说攀程是最大的 就占了40% 美团排第二 就去到了18.9% 是的 美团可能是重点 一些中端偏高的市场 所以你会看到 它在酒店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叫奸野亮 它这个指标是很两眼的 是占了整个市场的47% 其实美团这个业务是可以的 酒店这个业务 在year-to-year 同比增长了112.7% 都是很漂亮的 如果真的被人移动到这个市场 可能这条数据就更加难看 是的 可以对比同行业 大家都是攀程是最大的 可以看它的毛利率和营业利润 毛利率算高的 就去到79-78% 即是大概80% 但是你扣回加加密败那些 但是都是去到2019年是漂亮的 去到14%左右 然后2020年肯定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就是虧的 都是留意酒店这个业务 就是美团的一个现金牛 我们最后就说回新业务 我们经常说新业务 新业务是什么呢 美团这一块来说 它是包了三个 一个是美团休选 一个是美团买菜 一个是美团闲购 也是我们所说的 现在是大家消钱的 社区团购的业务 其实社区团购业务 2016年开始有苗头开始兴起 就开始从那些买菜 到慢慢去买快销品开始 其实如果说是最一开始的 是那个轻盛优旋 这个 你有没有听过轻盛优旋 是没有的 轻盛优旋 其实它一开始的理解是很简单 就是说我买了东西之后 可能我的市场有很多店 有很多分店 我把东西放在市场上 你收到提示 你就去拿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社区团购 慢慢地 大家觉得这个市场有得玩 资本一见到 就已经冲上去 所以我们见到这个社区团购 到现在的话 行业分了两个 一个是烧钱那一派 滴滴美团拼多多 亚里有钱就肯定烧 第二个就是 创业公司刚刚我们说的 轻盛优旋 还有什么实惠团 其实它是小的公司 但是到现在 整个市场都已经是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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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一个烧钱的市场 因为 后来的话 亚里就投了那个实惠团 然后腾讯又投了那个 轻盛优旋 最后又是那几间都玩了 所有东西都变回了 全部的大公司 是的 所以现在就防止资本无罪 可能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见到 其实它新业务的 那个营收的增速是快的 它2021年Q1 这个营收 都去到了98.6亿 同比都有增长到136% 就是我们看到 刚刚一开始都提过 就是它80亿的钱 就真的 烧钱烧了80亿 我们真是很不购买那条数 真是80亿 你的亏损很惨 80亿其实有一大半 都是去到了 它尾团优旋的业务 你可以见到 它那些新业务 全部都是蚀钱的 2021年Q1 这里真的蚀得很过分 差不多蚀了 烧钱烧不烧得起 最后可以弄到 你报表比较好一点 就是存在一个 很大的不确定性 虽然你说 就是你的那些APP 那些交易用户的 汇约数据 2020年达到了5.69亿 很漂亮 Q1那时 你又增加了5800万 那你又预计 可能那些客户 可能又会增长到 就是3到4亿的新用户 但是这个就是 你也是看回 之后你再出一些业绩 看看资本市场和一些投资者 你买不买这条数 现在这样看 暂时就还没有 是的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小型钱 是的 大家都很期待这条数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 整个美团的发展历史 以及实实在那些 一粒一粒的数据 具体的分析 以上的资讯 就是基于公司认为 可靠的公开资讯而发表 本公司不保证该资上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 股票价格可升可跌 甚至变得毫无价值 以上的内容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买卖建议 欧本人是政监会的持平人士 主持人、国嘉宾 以及本公司的员工 或者客户 不是随时有上述所谈及的股票 投资者在确定投资之前 应该作出足够的风险评估 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请求独立专家的意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